歡迎收看WT姐妹妹 我是莎莎 出國呢 常常要注意講話該怎麼講 常常會因為講錯話而鬧笑話 洪哥 你有嗎 為什麼 都比少語啊 那我都不會講話 真的 我光是點一個東西 我都在看旁邊那姐怎麼... 就學他 你十萬 對 然後如果到日本就說 對 然後如果到韓國話就說 因為你知道 你要去跟人家講話 但是你沒有那麼多詞彙 你會覺得會暴露缺點 對 就沒有了 對不起 怎麼辦 對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在國外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什麼話 然後鬧了笑話 或是忍惑上升 凱蒂 有 我之前去格斯達里加 然後他們那邊講西班牙語嘛 然後美國人我們一般 多多少少會講一些西班牙語嘛 一般美國人是會的 所以我在那邊就很開心 就可以露出我會的那些西班牙語 然後我跟我們當地的導遊 就是有一天早上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我很想跟他說 我好想吃雞蛋 早餐想吃雞蛋 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想吃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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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吃雞蛋 然後雞蛋 就是雞蛋 雞蛋 真的 我就是 我想吃雞蛋 然後他說 你不會這樣說了 就是因為我西班牙文都會害我的 當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整個腦子就是外文的話 就是西班牙文 然後那時候我開始學中文 然後我一個朋友 他想要帶我去火車站練 練習用中文買車票 所以我就去跟他們說 我想要買一個去台中的車票 那時候我中文真的很爛 然後整個腦子還是西班牙文比較多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你要去台中是嗎 然後我一直想不出來要怎麼講 對這個字 所以我嘴巴 雖然我想要說對 可是我嘴巴說的是西班牙文的yes 那就是這個 西 然後我就是 然後我朋友在我旁邊 他就說 我說錯了什麼 他說 你剛剛就是叫他死的意思啦 什麼意思 對... 西... 好標準喔 對 非常道歉 西... 因為有時候會太多語言 會有時候轉換不過來對不對 會整個錯亂 太緊張就完蛋了 那珊珊妳有沒有什麼樣經驗 我們大部分去歐洲的話 我們不喜歡住房間 我們會住房子 所以有一次我們去的話 我們的房東是保加利亞的人 那我覺得這樣我溝通就很方便 因為語言本來就很像 而且他們很多人都會說俄文 所以我根本都是跟他聯絡的感覺 好像跟俄羅斯人在講話 所以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但是我們已經快到了的時候 好像不太知道要怎麼開 所以我打電話給他問他 那他開始解釋就是要怎麼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越開越迷路 然後我跟那個房東好像 開始互相不爽 因為我覺得他為什麼 一直沒辦法解釋好 然後他好像自己也是覺得 為什麼我都跟你們解釋你們 為什麼不可以按照我的知識走啊 為什麼你們不知道開哪裡 然後他說好 你們有看到有很大的銀行 我們就在那邊見面 那我們見面她坐我們的車 我們才發現雖然語言很像 但是保加利亞語言 她要跟我說一直走 她一直走她一直向右轉 對 所以她一直跟我 轉四次就會回到原位了 轉四次就會回到原位 所以她跟我說一直走 我跟老公說 往右轉 然後她都說 沒有...等一下... 是要一直走 不要轉 我們才發現好像還是有一些差別 對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就中間那個詞 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字怎麼唸 就Naprava 對 所以她一直跟我講 Naprava就是向右轉的意思 對啊 俄文式 對 對 上了一刻 對 其實日本人也是一樣 就是每個地方 都有每個地方的防禦的 所以是 感覺聽起來是一樣 可是意思就不一樣 所以根本我們不用去國外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常常會遇到的是這個 Napr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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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福岡人來說 Naprava是就是收起來的意思 收起來 對 可是對廣東人來說的話 就是修理的意思 對 所以有一次 我跟同事一起上班的時候 那個同事是廣東人的 然後那一天很忙很忙 然後我說 這個東西幫我收起來 就是我說 我的意思是收起來的意思 可是他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看就不會收起來 可是很忙很忙 我說 那後來他說 沒有壞掉這個東西 對 所以一直在找壞掉的東西 對 還有一個是 廣東人會說是那個掃地嗎 掃地 掃地是廣東人會說Haku Haku Haku 可是對福岡人來說 Haku就是 吐出來 吐出來 那麼多 對 掃地你吐出來喔 所以如果廣東人說 在那邊幫我掃地一下 掃一下 對 我們也來說的話 在那邊要吐一下 怎麼那麼多 所以我以前弄一個笑話 我在日本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去日本讀書 但那時候日文還沒有很好 因為我從阿姨唯有開始學 然後那時候我日本朋友 就問我說我喜歡吃什麼 我就說我喜歡吃台灣的 只要來台灣一定要吃台灣的芒果冰 然後因為你知道 日文很多字前面都會加一個O 然後比方 對 對 很危險 你沒去日本不能說芒果 為什麼 對 超危險 芒果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你真的笑我們 你們兩個 講笑話自己笑的關係 沒有東西 你們在那邊之間之語 趕快解答好不好 兩點跟沒兩點差很多 解釋好了 芒果怎麼樣 芒果那個 女生的那個 雞X嗎 鮑魚 你講真心 沒有 笑你的妹妹就好了 沒有 不是 不是 沒有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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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芒果 芒果是最後的地方是要點點 所以鍋 而且要長一點的 芒果 芒果 對 可是女生的那個 那個是生植子 生植子 下面妹妹 小妹妹 對 小妹妹 小妹妹是 小妹妹 不要點點的 對 短音的話就是小妹妹 那她如果講芒果冰 會不會就不會誤會了 吃芒果冰 這是OK啦... 對 妳不要講啊 芒果 我有講啊 我講完之後我就說 台灣的芒果味噓的時候 沒有啦 台灣人是她 那個啊 真的味噓 真的 好吃 吃很多 有好幾種品種耶 沒有 對啊 對啊 沒錯 台灣的芒果 所以芒果不要隨便亂說 不要亂講 對 因為台灣人是不帶人 會發音那個 點點的那個字 對 那個時候還沒有 我覺得常常語言 都有一些小狀況 所以Kristina妳有遇過 一樣是講錯話 我好想沒有 可是 妳沒有 可是我們匈牙利人就有 因為你們知道去年 匈牙利有很多的難民 那個叙利亞的難民 對 我們覺得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 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 吃 請你們吃 火腿三明治 然後 很OK啊 他們很生氣 很生氣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 對 對 所以他們真的很生氣 真的 這真的會惹嗎 他們 塗駕 在特色還有我們有幾個 沒辦法說話 沒辦法聊天的事情 第一個是 我的月經來了 我的月經來了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很驚訝 因為是 我的女同學們很方便告訴我 不行 我的月經來了 我沒辦法跟你一起出去玩 我說 我以為 我以為 你會玩什麼 你會玩什麼 為什麼會去玩 對啊 聽起來有點像 我沒辦法跟你一起出去玩 我要洗頭髮 有可能她不要跟我出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原因是 可是我的國家 一個女生沒辦法說 我的月經來了 因為這個是非常不好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的同學們這樣說的 我的臉紅紅的 因為是我沒有習慣了 真的 還有我是持久所以來台灣 所以我真的很害羞 還有第二個是你們害羞 那你現在還會害羞嗎 如果同學跟你說 我月經來肚子好痛喔 我習慣了啦 現在我習慣了 還有在特殊你們別 你們是一個女生 你們別說 不噁心 特殊的男生覺得外表很重要的 所以你們可以說 你的頭髮很小 你塗頭麻 這樣的話你頭髮開始塗麻 開始掉麻的話 他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好 因為是特殊男生覺得 他最帥的 這是非常不好的意思 但是比如說在台灣 還是在其他的國家 你們不會問一個女生你幾歲 在特殊你們不會說 你頭髮很小 那我可以說 你好像有一點胖 可以嗎 他沒關係啦 胖沒關係 所以只有頭髮不可以 其他都可以 轉得好帥啦 比較滿 像是那種頭部這裡 頭部這裡 頭部這裡 好 所以想問大家 什麼話在你們國家 是不能說的呢 開啦 我上一次也是台灣朋友 去韓國的時候啊 就是也是愛吃韓式炸雞 台灣是炸雞 台灣有開很多店啦 對… 那我理性是很 這個炸雞這個發音 炸雞 要小心 我要吃炸雞 對 這個 炸雞這個發音是 妳要把話題拉回來是不是 妳要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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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了 妳剛剛那個芒果是女生的 妹妹 那炸雞是 男生的小弟弟啊 對 就是 就是炸雞 對 就是炸雞 那妳講真的好難聽喔 真的 台灣朋友在路邊就說 等一下要吃什麼的時候 有三個台灣朋友 一直很大聲說 好尷尬 那我說 天啊 不要太大聲 然後在餐廳也是一樣 就我們點炸雞 有吃的時候 喔 炸雞 炸雞 所以你發音就是炸雞嗎 炸雞 那另外一個發音就是 日文這個 風景 風景 來 那個田舟是怎麼樣 請 風景 這個的意思是韓語的 也是罵人的 對 罵人 前面的 K就是狗的意思 是小兒子小朋友的意思 所以 狗兒子 所以 K是 以前就是韓文 還沒有這麼流行的時候 有時候去韓國 我們都以為 看到男生就要叫歐巴 看到女生 就不用叫沒關係 但是因為可能男生朋友 他們也以為 看到男生就要叫歐巴 對 所以他們就會跟著我們 叫男生說歐巴 歐巴 我要點這個 但是那些人都不鳥他 對不對 沒錯 對 為什麼 歐巴不是帥哥的意思嗎 歐巴就是對 就是一個韓劇裡面的 一個某一種 一個親愛的這個說法 對 但男生叫男生 是不是不能用歐巴 男生就是叫 然後我有一個韓國的朋友 你也叫他歐巴吧 不是... 他說什麼都不要講 你只要看到你就講歐巴就好了 歐... 沒有... 他說很熟的可以講歐 生氣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說 歐... 那心情好的時候 歐...也可以嗎 如果在韓國遇到一個 不好的一些... 對 就跟一個很奇怪的人 呀...可以... 可以這麼... 所以我吃到很好吃的炸雞 我也可以呀...這樣子 炸雞 那個到法國有什麼事 絕對不能說 在法國不能說是 錢的位置 薪水 因為他...問題是台灣超愛的 我來台灣好多人問我說 你一個月多少 你這邊的轉多少 然後我就很尷尬 因為法國不行啊 我朋友...我很緊的 很瘦的朋友 也不會知道他們的薪水多少 我也不敢問他們 是他們的 我知道他們夠...就夠...就好了 但是... 你為什麼想我 為什麼不能問 我覺得... 那我可以問你一個小時多少錢 我可以... 實心 對... 我會說... 對... 一個小時 你想去飯店嗎 對不起... 實心啊...實心 不會說法國多少 但是我不會說我自己 一般朋友不會說 然後說台灣真的 一直問... 一直問... 還有... 如果... 然後... 因為我媽媽有送我伯伯的禮物 然後... 她問多少錢 然後我媽... 不會講中文 然後說多少她知道 所以她聽到多少 她說... 幹嘛問那個東西 真的喔 對... 我們會覺得很沒禮貌 因為... 錢...我覺得很尷尬 之前的新聞報導說 那個... 法國那個逃稅很嚴重 因為... 國稅也不知道 每一個人...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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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她 什麼時候 關你什麼事 日本人秘密被發現 變態事件再加一 如果你們台灣人去日本也知道 等一下... 田中你今天有戴這個耶 你居然隨身期待耶 好變態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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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很... 什麼時候 自然的啦 那你問一下 安娜 你問 我們... 我們... 我們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是哪裡人 第二個是你有沒有上班 第三個是...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新人士的一個朋友 我們很喜歡問他 你賺多少錢 一個月賺多少錢 還是... 你第一次見面嗎 對... 對啊 沒問題 他會老實跟你說嗎 可以...可以跟我說啦 我現在也講的 比如說剛剛我問了凱藍哥哥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下次他沒有告訴我 他沒有告訴我 我說... 是嗎 是嗎 比如說... 比如說我去你的咖啡廳 我... 裡面的時候我開始 一個月這邊賺多少錢 關你什麼... 對... 真的假的 是不是凱藝 兩億... 兩億... 凱藝... 其實美國也是 應該是一些 不主流或... 不理想的事情 你就不要提最好 比方說 你最近有一點... 有一點胖啊是不是 這種話 在英文你... 在美國你不可能講 之前有... 不是有一個 台灣不是有一個明星叫小胖嗎 然後他到美國去的時候 他...因為他叫小胖 所以他英文名字就是 他們都叫他 Fatty 然後在美國他... 他就是... 他就是上什麼Ellen 或是什麼節目 然後就說 Hi I'm Fatty 然後大家就說 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 我們不會去... 去講人家的... 可能你會外表 可能你會覺得不好 或者一些不主流的 長痘痘啊也是啊 或者... 皮膚... 皮膚不是白色的 也...也不會去講的 比方說我之前 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 他之前在美國念研究所 他... 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沒來 然後他... 他的其他同學 美國同學都在討論說 那個同學沒來 然後他就問他們說 是哪一位 我有一點搞不清楚 然後他們說 就是那個啊 就是常常帶... 被綠色的背包那個 他說 綠色的背包 我哪記得誰帶什麼背包 然後他們... 就是高高... 高高的 頭髮黑黑的那個 然後他說 你是說那個黑人嗎 然後那些美國人就... 他們點點了 不講了 那後來就... 呃... 對 就是他 那我朋友跟我說 他... 你們美國人很奇怪 明明... 他明明就是黑人啊 就很好認啊 你們怎麼不說啊 皮膚不擺的人 也可以 牙是... 牙是這麼擺的人 盡量避盡量避人 這個更不行啦 對 更不行啦 更不行啦 問你啊 還是不要講話最好 對 真的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去旅行啊 講對話 會讓你整個旅程變得非常開心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大家 到你們國家應該要說什麼 才是證券的呢 凱蒂 這個是只有西雅圖人會知道的 所以你到西雅圖 你可以很帥氣的說這句話喔 而且你不要擔心會被揍囉 我那個英文字很熟 還要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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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你跟人家說 Let's eat some dicks 他們說 你知道囉 可是你到別的地方 你就說Let's eat some dicks 大家都會 趕快閃啦 可是你要 千萬要小心喔 因為 所以一定要講 Let's eat some dicks 你講 趕快閃 好 那田中 如果你們台灣人去日本 等一下等一下 田中你今天有戴這個耶 你們記得這個嗎 對 記得 我記得 田中很喜歡摸這個 不是 這邊 這邊 你居然隨身攜帶耶 是這個東西 情書嗎 藥包 粉 這個常常我戴的東西是 這個是摸起來很舒服的東西 你都會隨身攜帶這個 你戴這個要摸啊 對 很舒服 要摸什麼 你要摸哪裡啊 真的 可以借我摸摸看有多舒服嗎 可是我要說明一下 好 先手指來一下 手指頭來一下 對 然後有三個地方 這邊跟這邊跟這邊 你摸到好 可是應該一開始這邊比較好 他已經摸到有那個顏色了耶 好噁喔 對 好變態喔 不要 不要 要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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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先摸剛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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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新的 很香 好…沒關係 教日文… 那 台灣人去日本的時候 誰要學 喔 喔 對 這個必學 對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是二十三歲 然後二十三歲來的時候是 有一個幼稚園的小孩 教我 叔叔 對 叔叔 不是叔叔 還有兩種 有三種 有三種 怎麼那個 叔叔 叔叔 二聲 抬頭 叔叔 對… 對… 很難 對 好像比較好發音 對 幼稚園的人 他教我 有 有 有效果 不是 除了一下子那個不一樣 好 我有講話 可以 對 那個時候我有一點不開心 明明就我是哥哥 為什麼教我叔叔 哥哥 對 可是他是小孩 所以我要忍耐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那個是很沒禮貌 對啊 在日本的話 就是去日本的話 看怎麼樣的人 也是要叫 他叫 譬如說 他是四十歲 五十歲 還是要叫他 歐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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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能叫他歐巴桑 歐姨 對 就他們不開心 那幾歲以上 才可以叫歐巴桑 都不行啊 文化都不行 因為像我有時候 去菜市場看到一些阿嬤 我會說 姊姊姊姊姊 這個多少錢 這樣子 他們就會開心 是喔 所以我的阿姨是 應該是差不多現在七十歲 可是我還是叫他姊姊的 他很開心 最近 對 我之前去韓國 然後我朋友 就是因為我們去批貨 然後呢 批貨有一些比較年紀大的 然後我朋友就會說 阿姨姊姊 不行 超生氣的 超生氣的 你沒有生氣的 你沒有生氣 真的講不能講 我賣你了 阿姨阿姨 我就阿姨阿姨這樣 對 所以在亞洲 不要隨便叫別人阿姨 好不好 還有 叔叔 不要叫我 叔叔 好 那開啦 韓國呢 OK 好 那我們這邊 就是剛好就今年 2018 6月的時候呢 辦一個很大的比賽 各位知道嗎 2018 在俄羅斯舉辦 世界杯足球賽 對 所以 就是那個韓國那個 應援隊的口號 有聽過嗎 所以是幫你們加油的意思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可以改任何國家的 對 如果說這是大民國 改中華民國也可以 對 那我改中華民國好不好 中華民國 嘎嘎嘎嘎嘎 Everybody 1 2 3 4 中華民國 嘎嘎嘎嘎嘎嘎 我沒有人用他的牌 因為我們比較習慣愛你的鼓勵 對 愛你的鼓勵 好 五下怎麼拍啊 就是一種 所以前面這四個牌子 來來來 好 融入融入 大韓民國 來來 大韓民國 謝謝大家 我可以幫他猜一下 對 給他給面子啊 他是大師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用餐的時候 這個兩句 黑了 就不得了了 這樣 你怎麼看都懂 對 就我慢慢教你 這個第一句是 用餐自己開動的時候 開動的時候 開動 對 接近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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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 不是 不是嗎 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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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一樣 你再摸一下 他繼續摸 這個發音有點長 就是 我要 如果跟那個韓國長 被用餐的時候 講這一句 他一定會請你吃飯 那 是什麼意思 就是好好的意思 好好的 我好好的就用這道菜 這樣子 用晚餐之後呢 就是 也是一樣 來 編東 來 我們練習 來 編東 編東來了 編東來了 來 開動了 來 對 對 沒關係 用晚餐了 對 沒關係 用晚餐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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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到俄羅斯的話呢 俄羅斯 我們從簡單開始吧 俄羅斯的 謝謝 好簡單 超簡單 對 對 對啊 對不對 真的人家亂買 我們要 叫 非常好 再說一次 大家說得非常好 辣吧 辣吧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又是亂碼 又是亂碼 這是什麼 因為剛剛大家都說 女生的年紀是經濟的話題 對 像我們中文也是 不管女人幾歲 我們都 叫小姐 她就會很開心 對 那俄文是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 學俄文的小姐怎麼講 姐夫 姐夫 這麼爽 姐夫 姐夫 她那法文好像喔 有嗎 就有 小小小的感覺 姐夫 姐夫 姐夫的腳 姐夫的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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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姐夫的咖 小姐姐姐姐夫的咖 學這兩個就好了 好難喔 這樣太難了 接下來如果到匈牙利的話 Kristina 如果你們在匈牙利 匈牙利 匈牙利很開心 如果他們聽到外國人 說匈牙利的話 因為我們的話 真的很難 非常難 跟Hellos 差不多一樣 真的 比如說一個匈牙利的字 那是 真的 怎麼 可以嗎 可以嗎 什麼意思 這個沒有什麼意思 這個 還沒有意思 會話這麼長 加加加很多很多很多的意思 不然叫我們講美女就好了 會不會 會不會好一點 SIP 那個比較簡單 又簡單的 比如說 如果你們要說 你好 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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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可是呢 如果你們去匈牙利 有一個 東西 你要說 然後很多匈牙人很開心 很開心 看一下 這是 等一下 Kirek Kirek H Paling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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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就 因為在匈牙裡我們很喜歡喝紅酒 紅酒 紅酒 我們的紅酒很好喝 比法國更好喝 更好喝 我們還有一個 一個水果酒 這是 Palingkat 那個水果酒 這個意思是 Kirek 給我一杯Palingkat Palingkat 給我一杯水果酒 Kirek Kirek 如果他聽到你說 Kirek 去Palingkat 馬上很開心 Kirek Palingkat 然後 他還給你一個包包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要如果要巧克力的話 是Kirek Akita 巧克力 對 好厲害 真的很實用 很實用 不錯 好 接下來是 法國囉 好不好 Anna教教我們 到法國畢學的 對 去法國畢學的一句話是什麼 什麼 法國人應該很喜歡說這句話吧 對 所以我們法文不一樣 是嗎 我們也不喜歡那個中文的 很麻煩 所以你們也不喜歡我們說這句話 對 但法國人自己你們不是也在說嗎 對 對啊 雙重標誌 你們啊 南江族啊 去法國畢學的一句話是什麼 欸 什麼 為什麼 我真的很對不起大家 但是沒有一句話會幫你 所以這是真的沒有東西嗎 但是 沒有一句話會 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 這樣自己想辦法 因為 法國服務很有名 很有名的爛 因為我當服務生的時候 我自己也知道 服務很差 法國服務生很喜歡 保驗其他客人 可能說 剛剛那個客人很麻煩 店那個沙拉都沒有吃完 還要 浪費這樣子 所以你要跟他聽說 對啊 這樣客人真的很 你很辛苦 對啊 那跟他一起報名就對了 我們要學會法文耶 對啊 對 還有一句話OK 你這樣會有可能 就是比較好的服務 那如果一開始 我們就先分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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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就可以了 對 應該是 所以到法國也不用學什麼 就 所以因為現在大家都在台灣 你們有沒有覺得 在台灣哪一句話最好用 珊珊 我覺得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問 你的國際比較好 還是台灣比較好 還是台灣好 還是大陸好 這個問題毫不猶豫 一定要回答 台灣好 對 不能想 對 剛剛我們休息大家都大抱怨 對 就是台灣不好什麼 沒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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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沒有說 誰 好 那我想問一下開朗哥 你覺得台灣讓你最不喜歡的地方 是哪 沒有 台灣是最不喜歡的地方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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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很好說 台灣是我都有第二家 你不要在那裡 愛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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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說台灣很棒 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他這樣就是 你的對象 這樣就會聽到他心目中的話 他這樣已經會對你比較好 而且既然外國人都說台灣好 那大陸可能九年 他已經要維持那個標準 對 所以 那圖家你覺得呢 跟阿姨們還是跟叔叔們 說台語的話 他們真的很開心 我台語說 他們很開心開始跟我聊天 可是我聽不懂 所以現在我背下來 所以現在我背下來一個句子 他們很開心 他們可以跟我國語開始說話聊天 可是離開的時候我說 好可愛喔 愛台灣喔 不是 他說這句台語的時候 表情很可愛 對… 我們講完之後 旁邊一定很多台語 我懷孤耶 謝謝 我懷孤 對 這句滿好用的 教外國人一些簡單的台語 真的是很有用的 我覺得 尤其是 這個詞 因為抱歉就很好講 就是他的發音很簡單 抱歉 然後你一講 就是 不管你跟誰 會說抱歉 然後 哇 他的眼睛都大大的 OK 微笑很大喔 好開心喔 對 那麼外國人還今天還講 抱歉 你搞什麼 真的耶 真的耶 而且我昨天 聽到凱蒂跟那個納三女說 我覺得 超級道地耶 他會說 他講不實在喔 你實在喔 這樣子罵他 很開心耶 你實在是 他很值得被罵 對 我有另外一個例就是那個 睡 睡 睡 看起來球賽就說 睡啊 什麼之類的 吃東西也是一樣的 滿常好用的 另外一個不錯那個 不錯就是 不錯喔 就是說 這種一個感嘆 就是反應的 簡單的就是用台語講 就是很多人還是喜歡 特別獎輩 獎輩很可惜 那艾莉 我非常喜歡 表示我的心情 所以剛到台灣 我馬上問我新的朋友 怎麼講 蛤 因為 因為我不太有耐心 我上次 講到 我覺得你們都走路走得超慢 所以崩潰的時候 這個字很有效 有效 喔 就是前面的人 走路走很慢 他就會 就走過去了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跟 剛好就是前面的人就說 欸 他是不是WTO姐妹會的那個 這樣很尷尬 很尷尬 好 所以凱蒂你覺得呢 哪一句話在台灣很好用 我第一句不是在課本學的一句話 就是從台灣人口頭藏的 一直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喔 可是有另外一句話是 我西方朋友他們 每一次跟我 他們 如果他們不會講中文 他們 每一次都會跟我抱怨說 喔 台灣人最愛講的就是 喔 沒辦法啦 沒辦法 就是 可是我覺得 會講中文的人 我們還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是 不想做什麼事情 也可以說 喔 沒辦法 就是 他就是個好藉口啦 法國人應該很喜歡 說這句話吧 沒辦法 所以我們法文不一樣 是嗎 我們也不喜歡那個中文的 沒辦法 這很麻煩 這個很 當然你要說很麻煩 所以你們也不喜歡 我們說這句話 對 但法國人自己 你們不是也在說話 對 對 雙重標準 對啊 男鄉主 因為其實 大家來台灣啊 一定都會想要學一些 比較在地的話 但是 他們的這句話 台灣人是不是真的喜歡 我們有做一個調查 我們有投票 看看到底哪一句 才是台灣人最喜歡的 說什麼話可以避邪 日本人公開日本絕招 盡量不要看 他就看到了 剛剛對到眼了怎麼辦 如果是看到的話 看的話就是 假裝眼鏡不好的樣子 如果我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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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鬼的 我 我 搞錯了 男友人問你台灣好 還是中國道路好 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就是 台灣最好 阿呦 你想太多了 你好 配誰 配誰 不是 沒辦法 沒辦法啦 你會想投給誰 漂亮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就是很有親切感 就是很有 台味 這幾個你會喜歡哪一個 我愛台灣 你愛台灣 為什麼會選他 因為我是台灣人 台灣好 台灣好 為什麼會投他 直覺吧 第一個 台灣最好 台灣 沒有 他是第一個 感覺他是真心喜歡台灣的 我喜歡第一個 為什麼 他講 我覺得他講起來就是 就是 有一點台灣味 可是他還是 有一點他自己本身那個 自己國家語言 對 他的腔調還在 然後我覺得這種 就是有點中西融合的 腔調還蠻好聽的 第一個 為什麼 台灣人嗎 比較支持台灣人 就這樣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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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那個有印象耶 對啊 為什麼 不知道耶 好像口氣比較像 沒辦法 漂亮 漂亮啊 為什麼會喜歡漂亮 因為很大聲 很大聲 好像很漂亮 好 沒辦法 沒辦法 我覺得 沒什麼是因為有記憶點 比較喜歡哪一個 為什麼會選他 我覺得 會講 外國人會講台灣的髒話 蠻酷的 應該是髒話吧 比如說 比如說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是髒話 所以如果外國人 在你面前跟你說 這個字 會 應該會嚇一大跳吧 還蠻接地氣的 台灣最好 對啦 人家說要台灣就好了 我們家裡咧 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 哈囉 哈囉 台灣好 是台灣人最喜歡聽的 對 真的耶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 其實都是講 這是 對不對 事件上的事情 但是因為 你知道總是有時候 會遇到一些阿飄 你們知道阿飄是誰嗎 我知道 鬼 徒家 你是阿飄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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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 對 應該一直遇到 對 其實我們有特別請教了老師 其實除了說阿彌陀佛 好像還可以講別的喔 是嗎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教的 剛碰到好兄弟的話 除了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可可可拉 或者說六字大名言 阿彌陀佛 之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去 所謂的 唸一些所謂神 神靈的一個聖稱 例如 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啦 或者是說 大慈大悲地上菩薩 以及神為神賀 觀聖帝君 等等 這些的一些 我們講神靈的聖稱 都會達到一個 好的一個保護作用 我覺得這個滿實用的耶 因為就是你先學起來 隨時要用都有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結合 好不好 所以想問一下 因為各國嘛 我們到 譬如說國外說阿彌陀佛 我怕他聽不懂 對 真的 因為每人都一樣 而且不是有人說西方國家 要拿大蒜出來 對對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到你們國家 如果遇到阿彪的話 我們要說什麼呢 田中 其實日本也是跟台灣一樣 一個是南無阿彌陀佛 一個是這個 那日文是什麼 南無阿彌陀佛 大不子 大不子 南無阿彌陀佛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 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剛剛說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對啊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兩句話比較多 可是我聽說其實這個兩句話都沒有用 欸 我聽說 那你幹嘛要教我們 對啊 教一個有用的 好 我教你 其實 有兩種方法吧 一個是看到鬼是在外面 一個是看 外面是說你家外面嗎 家外面 就是外 你的空間的外面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家裡看到的時候 然後如果是外面看到的時候是 假裝看不到的眼睛 假裝看不到 對 盡量不要看 那就看到了 剛剛對到眼了怎麼辦 如果是看到的話 看到的話就是 是假裝眼鏡不好的樣子 他好像假裝自己蝦子 對… 對… 你終於在眼鏡這樣子上 真的… 真的假的啦 這麼空氣 我有 所以假裝沒有那個眼鏡不好 這樣子的話 好像他因為我沒有看到他 他就走掉了 就他這樣大會做的 因為他想要被別人看到 這就真的 是這樣的 這張哭哭環很像 就是你這樣假裝沒有看到他 就覺得不好 對… 那這個是外面看到的方法 可是在家裡面的話不一樣 因為是他已經在家裡了 沒看到的時候 他已經在那邊了 對 他一直都在看一下 對 無法講 他有跟你講說 還要走哪裡啊 要喝茶嗎 還有辦法… 就是 嚇到 對… 對… 演一下好不好 怎麼嚇到 如果我是鬼… 如果我是鬼… 你是鬼喔 剛剛就這樣 到底遇到莎莎這種鬼 天中會有什麼反應呢 WTO唱課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國的凱蒂 今天要教你們一些英文喔 那這句話就是 Lighten up 你們說 Lighten up 對 Lighten up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朋友 或是你家人 很焦慾的時候 就覺得可能要考試 很緊張 你就可以跟他們說 Lighten up It's not a problem 沒關係 你不要太緊張了 你一定會過的 Lighten up Lighten up 對 沒錯 好 學會了嗎 很誇張 如果我是鬼… 你是鬼的 喔 為什麼你在這裡 對… 可以嚇到一點 讓他覺得他成功了 是不是 那個鬼會嚇到 那個鬼會嚇到 鬼會打分數 這個成功了 滿分可以的 對 因為是 我聽說鬼的 80%的鬼 就是要嚇人的 喔 沒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是看到你嚇到 他會開心 就會過去嚇一跳 OK 謝謝天真老師 謝謝天真老師 謝謝 好 繼續 愛你如果在 荷蘭遇到鬼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我要繼續我的展畫 抱歉 第一個就是 Good Good 是個女生的下面 所以很常用的 很常用的 然後最特別的是 在荷蘭語裡面 我們也有 用雞餅 那一個很常用的就是 意思就是 非結合 然後我們也非常喜歡用 跟宗教有關的人 比如說 和耶穌 是不是 好 那如果到韓國的話呢 那韓國的鬼當中 比較有 常出現的是那個 處女鬼 什麼處女鬼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看韓劇常常出現 頭髮長長的 然後穿那個白色那個衣服 然後就飄來飄去那個 那為什麼是處女 對啊 妳怎麼知道 他們就結婚之前 就有很 對 很不幸 就過世的那種 有怨念的是不是 對... 我目前沒有遇到處女鬼 那如果遇到的話 我很想問他一下 你不要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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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契約 你不要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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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說 而且抓地沒有人在旁邊 真的 所以你就有人坐在你大腿上 真的 對啊 所以今天其實 教了大家很多很實用的 不管是 在我們世間 或是在臨界 絕對都是 世間 對 都是好用的 所以今天訊息給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請各位下面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見 阿上面 阿上面